這個兩個指頭 有的人說它的第一個穴位叫大墩 大墩在毫毛裡面 就是我們有的人生毛 生毛這麼多 毫毛裡面叫大墩 那我們另外一個說法 就是從爪甲後一分左一分 就在刺白肉系的地方 這個我們叫它叫大墩 這樣了解大墩穴 然後大墩穴完了以後 第二個穴位就是 我翻過來 就是行間 那麼看我們的書上講 行間在第一二指的指縫間 對 那麼指縫是後上方 好你看 這個叫做 這個地方啊 我叫它縫 鴨子那個縫 那麼指縫的後上方 就在這兒嘛 這樣了解嗎 它就叫做行間 它就叫做行間 然後呢 再來就是太衝了對不對 太衝呢 往上推 推到這個骨頭邊 這上不去了 它的下方凹陷 就是太衝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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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了解嗎 你看 從這裡上來 到這裡 這裡叫行間 然後到太 這個 這個叫自骨 這個叫子骨啦 自骨的下方凹陷 兩個骨頭有兩個自骨嘛 它的下方凹陷 結合的地方在下方 它就叫做太衝 叫OK嗎 了解嗎 然後 它再往上走 就走到中風了對不對 那中風你看 內懷前一寸 當山丘與解西之間 好 那麼 我們知道 內懷啊在這裡對不對 內懷嘛 那往前一寸 你看這裡凹洞 有沒有 那秋須在哪 秋須在外面 所以呢 當 我們的 這兩個的 這兩條筋的中間 是胃筋 它叫解西 那 這邊呢 它叫商丘 所以它在 我們的商丘 跟我們的 這個 解西連線的終點 它就在這裡 它就在這裡 比如說 我們這裡呢 你看是解西 那麼金的這一邊 就叫中風 這樣會嗎 然後呢 欸 這裡叫商丘 所以你看 商丘 這個 中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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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解西吧 這是一個線 所以它在這兩個的中間 這樣知道嗎 它跟那解西是有點平行線的 這樣OK嗎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個圖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用個膽子進去吧 你看喔 這裡 就是我們講的 大墩 然後呢 行間 你看 太沖 中風嘛 這樣了解嗎 中風上去以後 我們這個穴位 我們叫它 泥溝 那麼泥溝呢 是在內懷最高點 上五寸 近骨內側面 近 內側圓寸 好 我們從這裡上去看 這是近骨 這塊是近骨 飛骨在那邊 你看近骨你看 它到這裡邊緣 這邊還是近骨 有沒有 這叫近骨的內側圓 這叫外側圓 這樣了解嗎 那近骨的內側圓呢 我們泥溝呢 是上五寸 那麼好 我們解很簡單 我們三陰礁 從這裡是上三寸 它在近骨的後圓 那麼 上五寸在這邊 它在近骨的內側圓 這裡有一個凹洞 你看這骨頭上 這樣了解嗎 你按它這個有個凹洞 可以摸一下 它在骨頭的這個縫裡面 就是近骨有凹陷的地方 叫做凹槽 所以乾鯨在這一條骨頭上 在小腿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皮鯨呢 在骨頭的邊 所以乾鯨是從內懷上五寸的泥溝 這樣了解嗎 泥溝 你看為什麼叫泥溝 這有個溝嘛 可以摸一下 很想你可以摸 我知道你想摸一下 你看 它這裡骨頭有個凹槽 有沒有 這整個骨頭 它在內側圓的凹槽 有沒有 所以叫泥溝嘛 因為有一條溝 然後從泥溝再上去中都 就內懷上七寸 在泥溝上兩寸 你看 剛剛講泥溝在這裡 對不對 泥溝嘛對不對 你看上三寸 再上兩寸泥溝 泥溝在上兩寸 還是在骨頭邊 骨頭上有沒有 這過來呢 它就在這個骨頭縫裡面 這還是一個骨頭縫 從這裡上來一直到泥溝 泥溝再到我們的中都 這樣了解嗎 它都在那這個進骨上 進骨這有個凹槽 它順著這個凹槽一直上去 這樣了解 你如果不相信來看看 正經有一個凹槽 你都不敢摸 因為不像他那位置是在 對 你看 骨頭的 對 那個會有個凹槽 骨頭的凹屑 對 在骨頭上 對 現在